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众所周知 歌手这档音乐竞技性综艺 一直都有请外籍歌手 助阵加盟的习惯 而且这些外籍歌手们 还都是颜值唱功并存的 实力大咖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歌手中 几位实力超强的外籍歌手 迪玛西作为歌手2017的首发 他的高音极具穿透力 时期比赛中 光前三名就得了八次 这首歌是迪玛西听到的 第一首中文歌 对他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高音一出不仅全场沸腾 还得到原唱韩红的力挺 杰石姐是在歌手节目中 首位外国歌王 她的音乐风格多变 各种音乐类型游刃有余 这歌收录在他首张录音室专辑中 发布第一周 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冠军的宝座 欢托的旋律 朗朗上口的歌词 洗脑了无数人 作为一名00后 小K应该是所有参赛歌手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但他的表现 却不比那些大佬们差 虽然最后没有挺进决赛 但在华语乐坛也算是正式打开了市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